把學生機的硬碟存成印象檔 首先我們在終端機中切換到最高權限 輸入密碼 執行的指令叫DCS 這時候你不要選擇全部 因為你只要收一台的學生機的硬碟就可以 所以我們根據IP或Mac來做 我們根據IP來選 假設我要把第9號的機器 它的硬碟存成印象檔 你在第9號上面 利用方向鍵到第9號這邊 按下空白鍵 你會看到它出現信號 出現信號之後 我確定要這一台 按下Enter 啟動再生龍 初學者模式 儲存用戶端的硬碟成為印象檔 我們會選這一個 Enter 輸入印象檔的名稱 通常前面會再加注解 比方說這是學生機 然後它這邊是用年、月、日、加時來幫你存 按Enter 我們設定 我們設定完了 儲存哪一顆硬碟通常就是SDA 那這裡要特別注意 就是一般預設是會省略檢查 來源的分割區的一個檢查動作 那個人在測試 在64位元裡面 你的來源分割區出錯的機會還蠻大 建議會用使用這一個 儲存印象檔之前 你先幫我檢查 檢查有問題幫我修一下 個人測到的是這個 如果你常常遇到說我回收機器的時候 每次都出現錯誤訊息 通常都是這個原因 我選擇這一個 按下Enter 再來 回收完你要不要幫我檢查一下 印象檔是不是好的 如果有問題要告訴我 所以我請他檢查 做完之後你這台機器要怎麼樣 開機還是關機呢 report是重新開機 這個是關機 那通常後面的幾個 我是不會再做這個選項 通常不是關機 就是重新開機 我做完讓他關機 確定 印象檔大小 這邊他會幫你預設好 一般用預設值就可以了 他會設的很大 所以他只留下一個很大的檔案這樣 按Enter 這樣他就設定完成了 他最後這邊他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下次還要用的話 你不用這麼麻煩 直接執行這個指令就可以 但是你要把這個指令複製起來 那一般來說 DCS這個指令 還算貼切啦 過程不算複雜 希望你去熟練他會比較優秀一點 那指令下完之後 9號這台機器不會直接進行這個動作 你必須到9號機器那邊 把它重開機 重開機之後 我們經由PXE的動作 把這個指令下給9號的機器 讓他把硬碟經由網路傳回到你的DRBL Server 好這是這個動作要特別注意 你必須這樣做 做完之後 才有把音像檔收回來 至於音像檔收回來 至於音像檔收回來放在哪裡呢 它是放在HOME底下的PIMEG這個資料夾 你可以用指令來看 這每個資料夾都是你回收的 音像檔的地方 那你也可以用DU-H來看 比方說我要看 這一個 音像檔佔了多大空間 你可以用DU-H來看 原來它7G 這個檔案7G 還是說我要看其他的 任何一個也都可以相同的方式來看 這5.7G 各個不同的實際回收內容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經由這樣子來知道說 它的東西放在哪裡 那回收音像檔 基本上 就是DCS來做就可以了